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苏行自龙参旋战记活动攻略活力四射的新朋友 元神4.6 好的,这一边是元神的新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如果说你只想拿元神 我们可以选无畏难度 然后点这个教师策略 把全部的都选上 那这样的话就会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想把这个 上面这个圣遗物经验也给拿掉的话 那你就需要只选一个教师策略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练毒要求会非常的热 那这边我们来开始挑战 那这个是指南元神 指南元神呢 我们这边开始 这边一定要带水元素啊 它有两个盾 一个盾在头顶 一个盾在底下 它只有同时出现一个盾 然后我们踢技能呢 可以把它占下来 所以元素输出来 进行一个破盾 想象落下来的时候 有可能给你打掉 风风彼星 刀刀 好了 这边搞定 这个元石呢 就拿完了 那如果说你说不是说只想拿元石 你想把所有都拿满 那我们这边就得啊调整交涉策略啊 那如果你想拿满 它所有讲的这边快一键选择这个 元素凝合更容易被破坏 选择这个的话会稍微好 以后这个就特别吃链 还是这个呢可以连击啊 你可以找大佬来你的世界来 跟你一起打 这边来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得先立个盾啊 没有盾的话就很容易被它秒了 请它 两项了 收 请 蓬城 收 闪耀时刻 这玩意只要破盾了 其实都还好打 你看这个钟离 差一点就被它秒了 你看 远速如何 我这样续继热闹起来吗 收好我的草神 哎 哎 捉的 那一步 算错了 好 这我们里面可以吃药 文操 以我之名 做的 需要收病 一按堂 中场 收工 做的 国币刑警 收工 大家可以吃药神 别吃药神 就会吃药神 都会吃药神 我 从来 都会吃药神 都会吃药神 对 我 我 我 天動萬象 也很疼 收 好了獎勵也能難滿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內容了 記得關注我的頻道 我會及時為大家帶來更多的消息和攻略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